哎,奶奶,你姐突然上我家干嘛 我姐,这不是没去过你家吗 这我们不是也快要结婚了吗 还想去你家看看 哦,这样啊 你姐我还没有见过 你姐见了我会不会嫌弃我 怎么会呢 我姐啊,人很好的 你去了,不用紧张 那行,请你的 行,奶奶赶紧走吧 我姐啊,这还在村头啊,等着我们了 走走走 怎么还不来呀 姐,来,奶奶来了 好,这个就是我跟你说的有才 小伙子,长得挺帅气的嘛 姐,你说的是哪里话 我也就是一般一般 小伙子还挺圈肌的嘛 对了,我来的这次目的 奶奶跟你说了吧 说了,说了,说了 那,那咱走吧 去你家家看看 那行,走吧 回家,回家看看 姐,这就是我家 哦,这就是你家 这房子不怎么样嘛 那么旧 姐,你放心 这房子 这房子 你说外面就不算了 这里面怎么也那么旧啊 姐,行了,这房子脱就脱吧 只要他对我好 我们两个过得幸福就行了 行 有才啊 你猜我妹妹多好啊 现在还在听你说好话呢 还有啊 那个才给的事情啊 你知道吧 哦,姐 我知道,这个我知道 姐 就那十万事了 我早就准备好了 谁告诉你的是十万啊 是三十万 什么姐 你之前不是说好到十万了 怎么变成了三十万了 之前是之前 之前啊 我也没想到 你比家人那么破那么旧啊 这我妹妹嫁过来 我当然要给她多要来财力啊 防着她以后受苦啊 再说了 现在财力不都涨价了吗 你看我们隔壁 那都三十五万呢 是啊,有才 这要三十万也不多啊 这我姐夫说了嘛 我们隔壁人家结婚都三十五万呢 可是我没有那么多钱啊 没那么多钱 自己想办法呀 我不告诉你啊 拿不出三十万来 我妹妹可不会嫁给你的 姐,你别啊 不要 有才 你就想想办法吧 尽管把这个钱给扯到 要不然啊 这我要是嫁给别人了 这个怎么办啊 我不想嫁给别人啊 我想和你在一起啊 我也不忍心啊 可是这么多钱 有才啊 我相信你 肯定能把这些钱给凑够了 只要实在不行 你找亲戚朋友借借 是啊 找亲戚朋友借借 实在不行的话 虽然你这房子旧一点 应该还可以带出一点贷款啊 是啊,有才啊 这贷款也可以啊 你要是不行 我要把这个钱凑够 那我姐可要把我嫁给别人了 行行行 这个钱我给你免凑 这就对了嘛 看见人啊 不这么好 我把妹妹交给你 我也就放心了 姐,你就放心吧 这个钱我肯定会凑够的 你可不能让奶奶嫁给别人 行 我知道吧 那这事也办好了 奶奶咱们走吧 行 你又猜你尽快啊 好 唉 这朋友借 今年的钱都借了 这钱不够怎么办 实在不行 韩岸男男姐说的那样 把房子提压了 唉 这房子也不知道是多少钱 为人 喂班长 呃 我这边 你不是带碗提压的吗 是啊 我这 房子 这什么呢 都可以提压 哦 这啊 我这边也必须要用钱 就是我这边家里 有房子 你看 就是老房子能值多少钱 你说 你家里有老房子呀 对对对 你那房子 不蒙破 是不是老去吃的 嗯 嗯 这样吧 你要是有学生要费的话 我得一看 嗯 八万钱 像怎么样 八万 对啊 你能不能再高点 那十万行吗 唉 你说你的房子这么破 你还要卖十万呢 唉 这样吧 我看铁上去 坐下 我兄弟了 这样吧 卖你吃了可以 但是呢 你别的地方管 你得 一个房子五千万元 嗯 到时候呢 你房子一万 看上去吧 嘖 啊 我行 那行行行 可以吧 那就这样说了 还不这样 可以说明啊 如果你房子了的话 你房子我就收了 啊 行行行 到时候 咱们再好好联系吧 对啊 是啊 好 唉 这一次啊 娶男的肯定没问题了 哎 这个房子挺太好看了 唉 奶奶 你干嘛去吧 去买包去了 新买了好不好干 买包 嗯 你之前不买了吗 怎么又买一个 他前两天买的包 不是落实了吗 不好看了 这新款的 现在可流行了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 你这包多少钱买的 不贵 才2299 这还给我打到折呢 人家原价三千多呢 什么 2299 这还不贵啊 贵吗 这人家米盘包 就是这个项目 那奶奶 你忘了吗 我每个月 要还五千 有才 那我和你结婚 是来享福的 我可不是跟你一起还债的 这还债的 谁要你自己去还啊 奶奶 你怎么会这样 好歹 好歹咱俩也是夫妻呢 你 你不想想 如果这 这五千万年交不了的话 咱们这房子没法住啊 那是你的事 我可管不着 我告诉你啊 这房子要是没有了啊 我就给你离婚 咱 奶奶 离婚 咱们才结婚多少次啊 你又离婚 有才 如果你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 那我跟着你干嘛 吃苦受累吗 那不可能 奶奶 你怎么那么虚拢啊 奶奶 我对你的感情 比不上那些 物质吃得到 牛台 我跟你讲 这没有面包 我跟你干嘛呀 啊 感情 能到饭吃呢 行了 你自己想想嘛 我啊 去我姐家 待几天 你自己想想的 带战 我做了 你自己想想的 我做了 你老爵 能嬉下 過程 你来说 一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